再来看到山陀额台风逼近 花莲市长魏佳燕指示清洁队 针对重点淹水路段进行排水沟的疏通 还是发现有许多的店家违规导入油污 让排水沟内充满了塞满了油垢 而清洁队员用强力水柱喷灌 暂时让排水顺畅 但市长魏佳燕还是呼吁民众 不要把油污垃圾导入排水沟 并且要经常保持排水口的进空 以免发生大雨淹水情形 乳灰色的油垢厚厚的一层浮在水面上 还有长年油垢粘连在水沟盖上面 一打开恶臭扑鼻令人难受 这是花莲市区排水沟的常见现象 清洁队表示这非常不应该 有倒那个油袋 因为它那盖子看就看得出来 就是米跟油在那边倒 对对对 等一下我们找环保局来机场 然后该处分就处分 该罚就办 所以刚刚打开看到那个很恶心 那个是什么 那就是油袋 油袋就是我们会有一些饮食安慰 或者像这店面的厂商 它就会把它吃剩下的油 或者食物往里面倒 然后就会造成油袋的一个累积 那累积多的话就会成坏 然后就会阻塞我们的排泄水口 所以刚刚发现被堵住了 有部分被堵住 但是我们也打通了 对我们也打通了 那这个部分我们一定要做机场 来要求他们按照规定 来做处理 照理来讲各商家应该都要有油水跟泥的设施 好 我来做处理 山陀台风逼近 华联市长威嘉宴指示清洁队加强重点区域的排水沟清淤 要避免大雨来时发生淹水 在台风来临前的前夕 那也麻烦我们清洁队 对于整体的花蓮市所有低洼 以及有益淹水的路段 那做一个清沟的一个准备 那今天也来到了中山路这边 那有发现边沟有很多的一个油漬 那我这边也要呼吁我们所有的店家 切勿将你的所有的不管是厨余或是夜间的一些油污 倒入到我们的水沟里面 那造成整个水沟的一个堵塞 那万一台风或是好雨来的时候 会整个没有办法变成它排水的一个功能可以使用 那真的要再拜托店家 一定要做好油水分离的一个动作 那在这边我们会针对几个路段 全市的去做一个清淤 也要麻烦我们所有市民朋友们 如果家中前的一个排水沟有被 不管是叶子或是树木挡住 那请自行清除或者是没有办法清除的部分 请跟华林施工所我们的清洁队做一个联系 那我们会派员来做一个清除 市长威嘉燕呼吁民众不要把油污垃圾倒入排水沟 并且经常要保持排水口进空 如果发现排水沟堵塞情形 也请赶快通报清洁队前往处理 同时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防台准备 介入会幻视报导 我给你回答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